我是香港人 你是香港人 我們這樣做啊 梁美芬 我是中國人 你是基督徒嗎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你明白嗎 我是中國人 你憑甚麼叫我來議員啊 我是中國人 我是英國人 你憑甚麼叫我來議員啊 你拍甚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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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主在哪呀? 在西環那呀? 我不會的 我們香港… 在三加密計劃,林鄭月娥 看那些臭樣子 為甚麼你不肯建立到的地方 為甚麼你不叫我? 你開PC呀?出來 你開PC呀? 我保護你呀 我保護你呀 你來吧 看你的偶像 行著一腳 新冒天的 行著一朵樓 整屋不陪地 沒的規矩呀 全是這樣的 不要抬開 沒有人抬開 你現在的身可吵架 我有沒有戴口罩 我有沒有戴口罩 你認識我呀 我是中國人 沒有人質疑 你是否中國人 劉美芬 我就說自己說 你們為何要求人 不是啊 親人啊 林鄭要說不得前去改人 你明白嗎 宗宗條例 說不得前去改人 劉美芬 你做好意思先說你的教徒 你做好意思先說你的教徒 劉美芬 你在哪裡啊 劉美芬 你明白嗎 給我看了 劉美芬 你在哪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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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甚麼是言論自由 你知道甚麼叫好主義 候聯邦 旺旗集會 我讓你用這個寄賊 Phung 我 förändeseara corrections 你不帶你有這個基督徒 這是平和平集會 給人震動的地方 這是平和平集會 把人震動的地方 你讓民間來看你 zeigt 者是違反 Andrew 你不能讓他帳 你害死一個女孩 但你害死離婚人 你害死那個女孩 害死那個嫁者 害死那個父母 你幫忙什麼 你不要走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 我好像在那裡給你吞 你對那些資料 是呀 你有沒有資格是中國東盛大學 我們在這裏有幾多人 差點油彩油亮 雷冥芳 你是不是窩囊社會的地方 有生性不反正通知書 你不會執著我 你會執著我 你會執著我 你會執著風水大催 這裡有生性不反正通知書 為甚麼 我們有張女仔 你會執著我 不讓人走 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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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民陣申請了不反正通知書 是合法的示威 警方 你們去追女仔 你現在在做記招 你有沒有搞錯 來給分 喂 你培判了人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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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行公園 奧利文 就是612和庭診 給正門口 喂 大家安靜點 冷靜點 大家討厚他 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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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失敗 我何時不趕法律 我生性不反正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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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性不反正通知書 你知不知道要做 你知道多重要嗎 你現在有很多人 你知道剛剛在金鐘 有幾千個年輕人 在找那些很迷身很絕望的年輕人 你在那裡可以記住 說什麼記住 要開啊 說什麼公義 說什麼聯文 說什麼法律 喂 喂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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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可以去和平示威地方 更吹淚彈 梁美芬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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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是來的 梁美芬 跟我說話 來西環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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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的啤梨漫步 啤梨就去了日本旅行 我的嘉賓也正在來 星期五 星期二都會有嘉賓 而且之後那幾天的嘉賓 從來沒有來過我們新台 星期二還會喜相飛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嘉賓 至於他是誰呢 待會見到面 大家就會知道 不過當然先說回剛才那條片 話說昨天我有朋友 陶近辛乾仔 他發了一張照片給我 他見到梁美芬就開記招 我第一句就回到他 我屌你老美嗎 你真是屌賊他 你發了一張照片給我 我幹什麼 你屌子 好了 接著呢 就在網上見到這條片 雖然我的朋友沒有屌賊梁美芬 但幸好有人屌賊梁美芬 包括有 旺角碧豪 即是在賽街看照 也有民陣庫照責人 所以比較斯文一點的 廢業高層 也有另外一兩位的年青人 我首先一開始見這條片 梁美芬又是那些旺角大媽 屯門大媽那些級數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屌你老母 梁美芬 你是中國人 為什麼一開始講英文 Are you Chinese citizen 屌你老母 你知道什麼是citizen 法律學者 citizen 即是公民 香港何來有公民 香港 連民主 投票都沒有 怎麼會有公民呢 公民是有公民權利的 是人權自由 會有民主制度去保障的 但是香港 人民是沒有得一人一票去選理的政府 就算立法會議員 多數都被扭曲為少數 因為有公民組別 因為有分組點票 你犯罪例泰問人 你寧願做英國的二等公民 還是做中國人 我屌你老母 首先 公民這兩隻字在香港 是從來都沒有過 尤其是九七之後 因為連公民的基本權利 都是沒有的 哪有地方的公民 連排隊公路的權利都是沒有的 要是要等二十年三十年才可以上樓 不然就被黃蟲打尖 那些黃蟲是連申報大陸有什麼資產都不需要的 你跟我說公民 你知不知是什麼 第二 就是剛才那條片 先出一張照片 其中一張大塊人心的畫面 就是我們一屎哥哥 一屎大哥 我不知道他完全說了什麼 當我憑那對白 首先 他已經說了幾個字 臭屎我是不會車的 你看看這隻梁美芬 他不斷就說你們這樣嚇到人 那些人會很害怕 梁美芬小姐 女士 如果你害怕人嚇到人 首先你出街就扯著頭 因為你的樣子已經嚇到人 如蘭節就不用化妝 萬聖節就不用戴面具 你看看你的樣子 是整個臭蟹生在臉上 你媽媽臭蟹 大家看著 這條還不是臭蟹的樣子 你老鼠 你怕人的言論嚇到人 你不如看看你的樣子 會嚇到人 我們先回來 還有 他身邊其實還有一條白衫仔 那個地中海 萬聖在那裏 想保護梁美芬 想在肥高診 在看相師傅面前 就攝離 他攝離 你媽媽 人做靚 你做靚 如果你想保護 林鄭月娥 李家超 那你也是為政府效力 你好保護不好保護 做擦鞋狗 你也找個好一點的主人 有些權勢的主人 你找一個 連西環都未必看她的梁美芬 隨時在西環棄出的梁美芬 你不敢是呀 難道怎樣 梁美芬晚上要你幫他奶 他你又奶 那麽無恥 活該你地中海 四眼地中海 年輕小子三十歲 就已經頭髮差不多 掉了 有人不做梁美芬的走狗 從來有一條 是梁美芬的走狗 是比較出名少少的 她是誰呢 就叫做李詩嫣 那就是李詩嫣的質素 才會做梁美芬的狗 那好了 即是梁美芬又很囂 態度又害怕又要囂 那我認為大家 其實逢見到這些建制派議員 是要屌 就好像上次我見到高達斌 不知是否想去金鐘 拍那些學生的照片 你是要屌實她 或是身邊串傷她 說臭蟹 吃了飯沒有 梁美芬 你老公有沒有診你 不過這樣吧 我看你老公也不診你 為甚麼 你看一下 你老公寧願出便 給你百五元 找些站街幫你吵架 也不屌你 因為你這塊蟹是臭的 你現在抹大是沒有人屌 或者你看到那些男議員 好像你看到陳克勤 喂陳克勤 最近有沒有診你老婆 不過看你的款 你沒有奔舟 你想要診也不能診 不要緊 你餵不到你老婆 我幫你 我幫你做義工 餵飽你老婆 可以這樣去屌殺這些人 昨天梁美芬開這個記照 他就說在法律界 包括他的學生 因為你知道梁美芬 其實在城市大學 就是教法律的 好像黃一恆 我們另一位客席主持 都被他教告 他就說有超過130人聯署 誰知道我看照片 只有幾個人出來 更少於上次二十條 有陳萬奇 當然陳萬奇今次都有出 還要叫那些學生一起去簽 我不知道你是否用這個 師傅的身份去命令那些學生 就走來簽 或者威逼你有 我記得之前 成大有一位學生叫做莫家圖 還是莫什麼 又是入司法覆核 不知告什麼 就整天找些學生 就走來做打手 然後另外 你看你建制派法律界 除了梁美芬之外 還有一位叫做何君耀 昨天播了他的片 知道何君耀是怎樣扮小丑 首先 何君耀 我有充分理由 證明他完全不懂法律 因為如果他是懂法律 他是不會恐嚇法官的 因為他說 現在的法官 你們如果繼續麻木不仁 我就會追究到底 我真的想放場雙亮 看看何君耀怎樣追究法官 三權分立 你立法會議員憑什麼去追究法官 人家司法怎樣判 法庭怎樣判 你無權干預 其實你說出這說話 因為干預他司法 是可以告你回頭 而且 你說法官麻木不仁 你會追究他們 表示你想恐嚇他 如果大家法律界人士 真的可以去寫信 去投訴這個在執業律師 所以為何會被人質疑你 專業是不行 因為你連法律基礎 常識你都不懂 當然這傢伙何君耀 你不用同情他 我們嘉賓終於來到 他就在立法會說過 同性戀是出身 就不需要對他仁慈 你看看這些人 他連對同性戀是毫無同情深 對他當妖魔去打壓妖魔化 其實何君耀的女兒是同性戀 哪有爸爸是這麼混蛋 你有女兒是同性戀 你不單止 不可以嘗試了解 還要說別人是出身 說別人是人渣 這些就是吃屎撈飯 然後昨天有網友提醒我 大家知道 其實如果你是大律師也好 律師也好 有牌就不代表你要執業 所以何君耀就強調他的執業律師 但是就算執業 你也要看看他的辦公室 他的律師樓是開在哪 最好那班一定是開在中環 開在金鐘 差一點就灣仔、銅鑼灣、西環 再差一點就尖沙咀 去到第四級就旺角 再差一點就觀塘 但何君耀的律師樓 不在中環 不在金鐘 不在西環 不在灣仔、銅鑼灣 旺角、尖沙咀 官堂都不是 開在哪呢 是開在屯門 屌你媽媽 四海哥 屌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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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加強勢 沒有跟何君耀阿哥 也說為何 因為何君耀律師樓出名什麼呢 屌你媽媽 屌你媽媽 難怪你律師樓要開在屯門 слож notice か村遇 樓 Adventures prus 你和我會不會這麼傻,沒有腰骨,沒有人格,臉皮厚過我的屁股,說不出的,你想不出的事,還要扮情,扮情上面,還要屌實謝偉俊,首先,謝偉俊在律師界地位就多你十倍,他收離婚都收98,99,但何光榮就算收99.9,那些人都會當你給你一元,因為你不可以,打離婚都未必可以,好了,還有,人家被西環照住了很多年, 有時可以說一些適合的說話,扮一下開明,西環照當你契仔,但你是甚麼,何君堯,是西環契弟,西環不是怎麼看你,如果不是當日雷動計劃,把票賭錯給王浩銘,不是賭給你卓人,你的立法會延續嗎,所以現在就扮賣力,想做這個急先鋒,但謝偉俊,你看歷史的, 這些,通常來說,因為現在這樣的環境,很老實說,凡是歷史上的大事件,為了保存天威,第一個殺了哪些人呢,當然是用這些豬頭皮,想到想到, 但是你看共產黨歷史的祭旗,一定是這些,譬如毛澤東,他不會找當年的國民黨去祭旗的,他是找那些投靠共產黨,又未變成學心的那些, 真是説,像小孩那些,那些,動動那些,又平伏那些,即是國民黨的那些,還未歸心那些人, 就找最強勁的特務是楊帆,觀看蓮,是不是這個。 這些是共產黨自己人的特務來的,你要搞清楚, 共產黨, 誰幫助爛投卒,他將來著用職器避孕套,便先搞你, 對,因為避孕套,因為姨媽跟著,你都是沒有下場的,所以做人主生,我整個人都說, 我和你爹哥一樣說 和你們一樣說 我們是許長幾歲的 做人的事情 即是吃得下飯的 你不用一定慢慢包心刺濤 起碼要吃得安安樂樂 你何必做到 你就是整隻狗那樣 你看看他又妒忌了 謝偉俊在辦紳士西環看著 他做過整隻狗西環也不一定看 謝偉俊也最少追求八姐姐 八姐姐在八十年代 香港最紅的 是一線一甚至最紅的主持 DJ 但是你 這位何君堯你老婆 是男人婆 你老婆走 是撈飯貓也不吃的 是男人婆 雖然阿啤梨哥 就說都可以吵得下 但是他就是人都可以吵得下 那是 尤其是你老婆 何君堯老婆 是送給他 我吵也不會吵 他是那些怎樣 正宗是怎樣 你餵不飽你老婆 我幫你餵飽 但是一見到何君堯老婆 就好像這樣 怎麽不就跟梁美芬差不多 就立即會彈走那一隻 大家看些照片 我不想 除非是空證 很恐怖 你半個喝一瓶 胡骨酒 我看你怎麽忍 都不行 喝十瓶都不行 因為這是違反天性 雖然胡骨酒真的不行 很多人就在那裏扔 大家就繼續去扔 另外 你知不知道誰是陳怡 因為我見大家 其實這幾天在網上 就不斷討論陳怡 陳怡是誰 我認識陳怡那個 是台灣二萬三個 不是台灣那個 不是台灣那個 這個陳怡呢 我稍後再出相 其實是YouTuber 都頗聰明 在網上也頗多人訂閱 首先多個人訂閱我們 啤梨晚報 現在差不多三晚 希望各位新的聽眾 可以首先訂閱我們 啤梨頻道才在YouTube 按個訂閱 然後上我們Facebook的項目 就按個讚 好了 這位陳怡以前 有些女權分子 有時會教你 怎樣申請回鄉證 去哪裏玩 吃喝玩樂 有時會講講港女 我們吃羊腸 有些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印象 他以前都會去屌下 大陸梨 很喜歡屌實那些蟲 但這一段時間 一講到引渡條例 就180度 全部大轉牌 首先大家 對著她說這些 你不用去看 你去報告她 去投訴她的頻道 就可以了 首先 上由深深 我們先看一看陳怡的樣子 因為有人說陳怡 就是老波 也是挺厲害的 看102 嘩大哥 這件哪裏可以啊 大哥 首先 平時不戴眼鏡就好少少 今天我不知道是否 你選照 你工作人員選照 很開心 老明 如果好心 現在是吃飯時間 合家歡時段 大哥 四海國 我現在要 他要入醫院的 要譴責我的工作人員 首先剛剛那條片 和陳怡的照片 你要打格子 直接要 你 真的兒童不宜 影響 恐怖不安 Facebook這些接受 首先我想問一下陳怡 你 那塊臉叫什麼 發水麵包 你看那塊臉 是賺爆了整個鏡頭 那塊臉發水不要緊 麻煩你不要每次拍YouTube 都弄到那塊臉那麼淺 你最少 移回後一點 移回後十米 讓別人看不到你發水麵包 大哥 你會把臉放在那塊臉 什麼 嘴嘴鴛鴦鼻 還有 跟梁美芬一樣 一塊豬在面上 豬肺就生在兩塊臉上 豬肺 Olha 雙眼睛 兩隻眼睛 你裝昆吵 judgement dign 咬你老母 常常都是清 Qualsign 青蛙眼就像誰 像龍蝦 也是凸腍出來的 好了 還有就是 겁女 首先 那些肥婆 你那些不叫blogue 是叫做露脂肪 麻煩 不行 完全是不知醜 cœur brothers 露脂肪 神父老eurs回回來 我怕那些人真的沒吃過飯 folk慧 羊腸 有天都是 是lift unhealthy 硬沒東西吃才能靠近 這件事 杭靖你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久不久都看了那些三三四級片 鬼佬搞中國人那些 不知道為什麼我眼中是搭爛滅酒樣 不知道鬼佬可以搞到 還有這樣的陳怡 就是有些質量 臉上退後才好 就像這樣 杭靖直接要戴頭盔 是呀這個行政 這樣要塞到快點前 你嚇死人嗎 陳怡 剛才觀眾因為這樣不訂閱 就被你問過 我馬上怕人數會掉 靜靜的工作人員很開心 還有二千多人 你能否選這張照片出來 這張陳怡 就經常在美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美國居留權 你這麼喜歡愛國 你放棄了陸卡沒有 你老母 平時學人說英文 那麼愛國吃什麼羊腸 你老母 吃臘腸 幫周浩甲 幫郭芬 幫郭芬奶屎眼 陳怡 陳怡 陳什麼 你姨姨 姨姨姨 陳怡 陳怡 你現在每天都說一條文化 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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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人的爭取言論自由 這些是最糟糕的 所以大家繼續去投訴他的頻道 去report他 你有本事你陳怡 上來和我辯論 不過 先套上頭套 戴頭髮呢 駕駛電單車 還有頭套記住是買SSL加加大碼 因為你的頭太大了 四海多套欄都沒有你的頭那麼大 多神奇啊 你學什麼 學琳瑪車嗎 不是啊 學琳瑪車招害你發電你老鼠就是 好 那些人呢 還有一個人在這一節我們要招呼 就是你的好朋友 叫董建華 嘩 這個我不認識他 這個很厲害 這個極品來的 他昨天又出來發聲 我想他是死前發聲的 我七一見他的樣子 通常我們老人家說 這些樣子就是私居餘器 我們是很聞名的 那個私居餘器 那個私不是私體 是那個私 就沒有了下面那個死字 就是私居餘器 就是董建華這些 董工如今正私居餘器也 就是說 那個人死了 但是他走出來 還有一些好像吊著什麼 不是兩歲 什麼時候死啊 什麼時候死啊 什麼時候 他們說 我們有去建言流行 他們有去死 一個帽帽帽說 你再捱一會 地府最近忙 很多人叫作導演 就是董建華 就是說他命不足 既然你命不足 別人都說 人之將死 奇嫣也善 鳥之將死 奇咽也愛 但是我竟然發現 這個董建華 人之將死 奇嫣也津 是 你幹什麼 說這麼坑話 不過社會哥 這次我不同意你 他是不是將死其然都是側的 因為他什麼時候都會側的 你試看董建華的頭 他快死了 幾十歲就快到九十歲 八十幾歲的人的頭 盡是梳大陸的陸軍莊 四方形球 兩隻角尖 屌你老鼠 幾十歲的 都只要梳這些頭 小心你噁心一點 不過有網友阿娜提醒 陳怡經常發表一些仇恨男人的言論 大家要同情他 為什麼呢 他這次送給別人都沒有人吵架 那他們是真男人 他說讓你飛去美國 然後又假裝自己吃羊腸 我也很懷疑 他真的懷疑 那些鬼佬 隨時在街上撿屍 都不用撿一隻豬扒 要去豬籃撿 去外國養豬場那裡 人家去酒吧 不是去豬籃 去蘭桂坊 不是去家道理 對陳怡 撿屍也不撿你 好了 說回董建華 首先 他要多謝對警察 他亦都說了一點點 他說中央繼續支持林鄭 首先 一定的 這個必然的 你讀過歷史就知道了 前陣子是不是林鄭不見了 突然間在星期禮 她又出來主持酒會 當有三條人命 死間的時候 林鄭繼續喝酒 和別人嘻嘻嘻嘻嘻 除此冒死人敢款 在記者上 人們問 年輕人 視死如歸 有些就以死控訴 你就態度傲慢 吳答人 事後新聞稿 就把這些字句全部刪減 好了 我出了一局說他縮頭欺 沒有改錯 即是這條縮頭欺 或者是縮頭孤歸 林鄭 之前就跟人說中央是支持她的 一定會 這些說話 只有中央才可以說 韓正可以說 律戰書可以說 隨便找一個 正國級的人馬可以說 副國級的 譬如副總理 政協副主席 那些都未必 董建華也對副國級 全國政協對副主席 他就說 他就說繼續支持林鄭 但你要記住 當日董建華腳痛下台之前 中共都說繼續支持董建華 即是你看看誰支持誰的話 這些歷史史跡班班 大家都很喜歡玩三八八二十 在你楊修死之前 曹孟德是非常欣賞楊德祖興的 而且當你越強調這些事情 就表示你的地壞越不穩 所以林鄭也算有點空心計 在凌晨四點的記招 找張建宗 找李家超 找盧偉忠 就獨獨舞 沒有那個 就負責逃犯 即引渡條例 鄭若華 我相信他想離一招 棄居補稅 棄居補稅 就要棄張若華 但張建宗更聰明 整個記招不出聲 只要林鄭在記招有什麼犯錯 被人換馬 他就可以代替林鄭上馬 所以記招張建宗不出聲 就少一個被人捉到她犯錯的機會 即是全部這些勾心鬥角 但是董建華 你又在這裏 假傳聖子 或者都知道 大哥 都是我分攬林鄭的 是他捧出來的 雖然林鄭就不是她的人馬 即是梁錦松 梁振英 那些才是她的人馬 但是 當日你有份攬 最後 在最緊要關頭 你有份跟大隊去 跟進林鄭的時候 如果她下台 雖然董建華 可以捧回她自己 某程度上 你都是要問責 可能她被人這樣吵過 她才這樣說 但她最壞不是說這些 她首先說 衝擊立法會 那些手法 不像一般學生 是專業的 而幕後一定是有主謀 又是這些退陰謀論 第二點 還要是外國勢力 一定是 她說現在 造成年輕人的問題 是因為有一個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那些學生 會不會讀書 第一 都成問題 第二 有多少學生 會讀到去通識 是吧 怎樣上街 怎樣破壞立法會 還有 董建華 她從來不會反映 政府有什麼問題 不會的 她真是姓賴 賴布依的後人 你阻賴又賴 你不說你政府有什麼問題 就說通識問題 還有 我終於知道了 真是有幕後的主謀 誰 雖然她的狗不答白 如果中鎮圖說 不是那些年輕人才狗不答白 就像你那些 梁美芬 何君耀 董建華都狗不答白 無緣無故 那些人說反修例條例 你又說通識的教育 董建華是美國智庫的成員 而她就是當日說要推行通識教育 當你說通識教育 就令到那些學生出來反政府 衝擊立法會 那就是推動公式教育的那個人 就不幕後黑手了 直眼情說他 還是美國人來的 而且還是外國勢力 也是美國人來的 拿著美國護照 是美國智庫的成員來的 那就是董建華 你老母子 還有誰 直眼情 你老母子 那麼笨就沒有人說話 開口按著你 當日去通識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是廢了傳統的中國歷史科 記得嗎 將中國歷史 不是當必修科 而是將通識去代替 你老母子 現在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你老母子 你老母子 說到最後那個幕後黑手就是你 當然 很感謝manman 連續三天就七八八十八元 即是我提及留言 我都希望你繼續贏馬 他manman 買哪一隻就贏哪一隻 真的 還有一件事 今天歐家倫 就是我們以前的同事 他寫過一篇文 他講得真的很對 九七之後 因為香港人 香港年輕人 他們當權派 又說香港年輕人 不了解國情 好了 推動了國情教育 一過了深圳河 現在這十幾二十年 香港教育署 有很多預算 給一些中學生上去 接受國情教育 參觀一下中國新發展 又有高鐵三中三盟 那些很出名 但是 你不要忘記 那些學生仔 一過了深圳河以北 第一件事是什麽呢 嗯 沒有了上網 嗯 沒有得上網這件事 你對年輕人來說 董建華 私居如氣 二顧特首 你老母化妝 你老母化妝 年輕人今時今日 你沒有得上網 猶如殺她父母 抱歉 嚴重的殺她父母 是 你傻的 只是這件事 你叫別人 怎麽去尊重你的國情 是 你越想越多 那些人就越生氣 也很簡單 我經常笑咬那些人 那些五毛經常說 你有種了 去天安門示威 你有種了 去天安門示威 你有種了 過了樓湖 過了樓湖 過了深圳河 他先說 深圳河他有沒有說錯 深圳河和柏林圍牆 和三百姓一樣 那些意義就是分隔文明的地方 野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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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文明人不會野蠻的地方 等於你急死 你不會走進動物園 那個老虎龍裡面 你去鱷得屎 你去鱷得屎 你會不會這麼傻 飄來龍 因為他們都知道 你過了深圳河 去到野蠻的角度 你隨時說一句話 示威都會被人抓 被人鎖 家人被人軟禁 不用說話 你在網上打幾個字 可能隨時用五珠技術 一聲找到你 那你就撿你一旁 還有被失蹤幾年 不讓你家屬探訪 四凱哥 今天趁著這麼多聽眾 和美國的獨立日 我就呼籲大家 上網的簽名 可以上到我們的頁面上找 這是什麼簽名呢 就是聯合叫英國政府 第一 將這個違反人道 涉嫌下令警察 去開槍 向示威者打頭的林鄭月娥 取消他整家人的英國護照 還有居留權 一定要做 還有 我覺得要多加一句 凍結他們的資產 這是必然的啦 要你老鼠 走開 做賣港賊 違反普世價值 過癮 做走狗 好像梁美芬一樣 見一鑊就屌一鑊 這幾天網民發動 阿倫阿B就去美國開演唱會 那些網民發動 好啊 圍他 我們是很文明的 我們不打擾 這些不算暴力 不過石禍哥你放心 待會有一節 我會去分析 和有料爆 為何譚美芬去投共 和一次過把梁家輝 中鎮土的黑幕爆出來 嘩精彩 不過這節差不多 好 好 很擔心 幹嘛 在那些輪供 都不穩猜 好 好 有 不穩百貨 大 龍 前 神 這ば 最難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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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實我的判斷 由之前這個中美貿易戰 已經是華開始打冷戰 以前在這個冷戰 蘇聯為首紅色的集團 華法公約國 華沙公約 加上越南、越共 柬埔寨、赤簡 再加上中共 當然赤簡中共又一夥 越共和蘇聯又一夥 最初越共是 中共扶植 如果說最早越共 胡志明受誰的鼓勵去搞獨立 你知道嗎?蔣介石 這個歷史上很多人不知道 蔣介石鼓勵胡志明去做這件事 但誰知道 49年的時候江山鼎翼 因為大家同一個鼻孔都是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集團就親了毛澤東 就是這樣來的 Denis 稱讚我們組合他 他當然很棒 四海剛才跟誰都很棒 當然 我跟女人更棒 然後有些聽眾 有 喵喵 喵喵未出過鏡 這些幕後工作人員 我欺負他 我是最醒的幕後工作人員 來 喵喵叔叔叔 我們其實先說一下 這幾天 首先發生什麼事情在大陸 要求所有學校 醫院 警察 以及消防署 的黨的單位 一起看片 要看動 好像佛契一樣 在操場 在工作單位看片 看40分鐘 就會看什麼 這個樣板戲的主題是什麼呢 七一 香港暴徒 自取金字經 不是自取威富山 自取立法會 他是暴取立法會暴力 簡簡單的了 從來沒有說發生什麼事 沒有說引渡退條例 沒有說有多少萬人上街 只是說這40分鐘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就告訴你 現在香港有外國實力搞顏色革命 大家認識暴亂的本質 甚至大公報 他厲害了 十二哥 收到一條聲帶 這條聲帶就好像郭文貴打給梁仲嫻 發表一些意見 他說這條聲帶證明背後有人煽動 有金主提供金錢 你有年輕人 第一要衝擊 扔磚 扔雞蛋 還有沒有人收多少錢 你脫離 知道嗎 五百至五千 糟糕了 為什麼不通知我們 你看到這個社會國就要開了這個盤頭 有這些東西 社會國就要收一元 其他人叫你來收 喂 我算不算嘛 好了 化妝 你找多少人 我立即幫忙找 我調了手足 都是收一元 其他人 四千九百五十九 十九元 你來代 你這樣發達的東西 你竟然不敢找社會國做 你給我打到警察,頭破血流,春日立法會,破壞了公物,燒了他的立法會,吳皮啦 燒人啦,這樣就有報道,是嗎? 挑你老鼠,你會不會做啊? 喂,你大公報啊,你要作料啊,也不要那麼低水分啊,茶餐乾淨素 1949年之後的大公報就已經沒有了四筆的了,挑你老鼠 這就是垃圾報紙,今時今日大公報,唯一最受歡迎是什麼呢?寵物店最領受歡迎 為什麼? 因為他夠厚啊,你幫忙包狗屎啊 哦,是啊,還有呢,他經常派的 是啊,我一定拿,因為我箭桌,人時下雨,就是在家門口 脫不脫的,他們認識 不脫的,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大公報唯一的效果就是 抹狗屎啊,裝狗屎啊,墊在地下被人踩啊,其實你不是想看的嗎? 屌尼老鼠,看完眼生癌啦,你不要臭一下,這份是什麼報紙啊? 不好意思,社會哥是新聞界出身,我絕對有權評論這份是什麼報紙 喂,社會哥,就算不是新聞界出身,都看到啦 你也就是垃圾來的啦,垃圾是人人都看得出來的 不過還有一份呢,送垃圾,叫環球時報 香港沒有的嘛 但是上網都沒有人看啦,首先,環球時報就說 你英國這個外交大臣,別人叫外相啦,你不要這麼匪語什麼外交大臣啦 這些很封建的自己的說話 不是就是,愛什麼交大臣,現在是親朝嗎? 不是是,垃圾老鼻 雖然他也是封建的,但沒有分別的啦 我們現在就是總理國事務衙門,垃圾老鼻 中人府,垃圾老鼻,文化國大學士人,垃圾老鼻 是不是太子少保啊? 你不要弄什麼啦,國務院總理啦,正宰相啦 現在煩,明朝之後又廢了相 明朝之後又廢了相,這個叫太子少保 他就說英國大臣說的東西呢,是英國外交的恥辱啊 甚至胡錫進,《環球時報》的總編輯啊 就是說,信口痴王啊,就侮辱了英國外交的油狗傳統 抱歉,不好意思啦,現在英國文化生下來之後呢 現在快要下來啦 兩個人是在爭的嘛 是,侯俊偉和Bob Johnson Bob Johnson,Bob Johnson是叫做垃圾彭定康社的那個名字 是嗎? 因為他很像彭定康,但是他的衣著啊,義勇 很扔的,這個頭人 我覺得是鬆頭的特朗普 鬆頭或者是扔的彭定康啦 但是這兩個特朗普好,彭定康都是香港人所喜愛的人民 外國人 我喜歡他啊,我很讚他 現在,喂,李派彭定康已經這麼說了 大哥,他非常同情香港,而且也很不扔大陸 是啊 怎樣啊? 跟英國斷交嘛,你老米 都說這個世界有三個特朗普 就很討厭中共,一個就是討厭特朗普 第二個英國特朗普就是Bob Johnson 第三個呢 就是巴西特朗普博納索羅 你記不記得在這個G20對峰會呢? 他見到安倍的時候 習近平就暗糾糾坐在那裡 他整班身邊的團隊就暗糾他一次也分鐘 好了,見巴西的時候他又是這樣 巴西不理他 人家巴西狂人,巴西特朗普博納索羅 他不是好像安倍那樣 就是這麼斯文的 立刻拍檯走人 我告訴你習近平你什麼水啊 你老母,中拱啊 你買我的大豆,我都不騷擾你 立刻拍檯走人 不是啊,巴西是一個重要的南美國國家 不過他上台之後就有變數 或者沒有買那麼多 雖然巴西也很需要中國去買他的東西 巴西好球啊 好球 你一輩子學不到吧 美洲國家妹決賽還要去對秘魯 不過我希望秘魯他爆爛贏 首先,信口痴王 我和胡錫進 不是好像你中國的外交部 不是口交部 就是信口痴王 就是人家不是謹桑 不是阿華大媽之流 第二,信口痴王 叫環球時報 他說呢 知不知道環球時報今天出了一篇訪問 就說有一個 住在香港的英國大爺 他的標題是怎樣寫呢 在香港愛中國的英國大爺 又是李大爺 首先,我想問環球時報 那些白皮豬 欺愛中國人 英法聯軍 鴉片戰爭 法國聯軍 火燒原明遠 搶了我們的豬頭 對老虎頭 甚麼頭他都搶了 是 然後你叫英國人做大爺 我吵你老母 死漢奸走狗賣國賊 然後 他說這位英國大爺 就在中國生活了35年 叫Peter Peter向美聯社記者這樣說 但我見美聯社沒有這宗退新聞 環球時報就說 有人對著美聯社這樣說 他怎樣說呢 他說 我見到香港的暴力行為 首先 他在中國生活 就不知他怎樣看到香港暴力的行為 可能看電視 他說 他們破壞公物 我和哭了 好像阿溫少爺那樣 他和哭了 他說我一生 有一半時間 在香港度過了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China 他說香港自由的地方 是法治的地方 他說這些示威者如果對面 是西方民主國家的警察 人家就會用真子彈 不是橡膠子彈 會死幾百人 首先 我想問問你 有哪一次的鎮壓 人家英國美國 是用法國也好 澳洲 是用真子彈呢 我屌你老母 有 1989年 春夏之間哪一場運動 可惜那個不是民主國家 是吧 那個是極權國家 第二 他是民主的 民主的 是朝鮮的 如果美國人這樣開槍 即使橡膠子彈 對著他 那個警察沒有退休金不得止 進而上法庭受審 隨時坐牢 被人供流殺 是人家扔汽油彈 人家是扔汽油彈 扔磚燒車 是呀燒車 又沒有氣 人家有些磚知不知道怎樣 擺在那隻蜘蛛蜘的磅 然後這樣拼的 這樣打 很厲害的 不過 你要說西方 人家是民主國家 有一人一票選舉制度 有公投 如果你有選舉制度 有公投有民主 就不會搞成這樣 你打人打得不好 好東西不學 一票就淘汰你 下一屆 跳你老母 還要作一條鬼佬 還要叫他大爺 那首先 太離譜了 鬼佬說話特別厲害嗎 不是 為什麼要特別去引述 要出他的新聞 外國和尚巧巧經嗎 現在 我們很愛國的 有什麼理由引述鬼佬 鬼佬的說話 管我們中國人的事 這些鬼佬 是不是應該拿去天安門五門 斬首 不是就是 跳你老母 憑什麼對著中國的內政 說三道四 挑你老母 還要跟鬼佬 首先 他可能以為鬼佬高級些 不過的而且確 他真的暴露了中國人內心的想法 他真的高級些 好了 現在這個大陸距點 也發動很多網民五毛 就說要香港限一國一制 表實香港暴徒 他這招其實跟五年前的雨傘革命 和三十年前的北京大逃殺一樣 首先封鎖所有的消息 和平示威 訴求全部不說 然後很簡單 第一 不是內部矛盾 是敵我矛盾 是因為有外部勢力干預 想搞亂中國 第二 就用人民鬥人民 就像上星期日發生的事 明天我一次過播完 上星期日那些暴徒那些片 即是那些藍絲暴徒 要全部傳給全世界人看 第三 即他這一招 其實他這些這樣的思維 就告訴人 三十年前我們搞定 三十年後 我們只用高壓的手段 都搞定 為什麼呢 我們對著國內的人民 即他叫國內 就打民族主義牌 就說是外國勢力亡 即亡俄 我知心不死 就想搞獨立 搞分裂 那些大中華就會發怒 第二點 對外呢 就說 其實他都不會真的怎樣制裁我 不會怎樣調查我 好像你英國對美國都留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十四億人的市場 只要我十四億人的市場 去綁架他們 就算我不行西方主義 不行民主制度 他都不會真的制裁我 你看八九年 天安門屠殺之後 你去陷家散布殊 就找了國家安全顧問 再找了副國務卿 兩次來中國 就跟鄧小平說 喂 你不如你放 不要收後退選將 放回政治犯 如果不是 我就會制裁你 真的會制裁 這個國際 鄧小平當時拒絕了 因為他知道 如果外國 美國對你有事所求 想看好我的經濟 想賺我的人民的錢 十四億人的市場 我越強硬 他就越求我 後來鄧小平也有做些事 譬如有些什麼 就封了香港這個真正消息 是 完全把香港 作為一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的暴徒 就這樣去搞 他是搞這件事情的 是 因為他現在非常非常擔心 國內出現 類似香港的 所謂的 反動模式 嗯 就是他們覺得是反動模式 是 這些什麼叫做反動模式呢 這些反動模式 我所知在大陸來講 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的 嗯 每個人透過網絡 你看他今天所有左派報道 以及大陸的官方傳媒 怎麼去看這件事情呢 他都永遠鎖住一個思維 就是說 抹後勢力 委託香港一些 所謂的代理人 嗯 然後去組織這些暴徒 是 然後去搞這些群眾運動 嗯 一定是這樣的思維 他們永遠想不到一件事情 是網民可以自發 嗯 是臨時可以起義 是 起義得來臨時可以做 沒有大台 沒有大台 臨時可以去組織 不是共同進退 嗯 異聚異散 嗯 野貓式游擊戰 野貓式游擊戰 喂 周知當年毛澤東最厲害 就是打游擊戰 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方面 一旦傳入大陸 在各個城市裏面 可以溫熱那樣蔓延開的話 是 是 非常之嚴重 不過說真的 比如武漢今天都有些脫示威 大陸每次的血腥程度 就是他們用了武器 一些先民 比如那些輪民會拿走 還要比香港更重要 比鐵 還要比香港更重要 那些真是暴動 但為何大陸不怕呢 因為它是說收你快地 是說金錢利益 它最後可以用錢 可以搞定 沒錯 但你和追求普世價值 這些不是用錢搞定 為什麼呢 香港現在還可以搞到這些 因為香港的資訊上網絡還是很自由 是 還好像沒有辦法封鎖到網絡 但大陸永遠封鎖到網絡 實在是一年發生幾百單的事情 這件事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5G的華為 5G發展技術 然後永遠牢牢壓制 不能讓外國加入電訊市場 如果加入了電訊市場 就像香港這樣的事情 萬一在大陸 有100多個 1、2級城市的爆發 你想想多少 整個政權一定離開 一定離開 不但政權離開 還有一些 因為現在難在哪裡呢,現在難在哪裡呢,就算,你說阿世伯去組織的話,譬如你拘捕先、拘捕,我拘捕了你,你就散掉了嘛,這個組織,但是現在你明顯看到一樣東西,你爆出名的那些什麼,陳浩天啊,梁仲恆啊,黃之鋒啊,你明顯都在這場運動裡面,沒有去你的身影的嘛,嗯,你關他什麼事呢,老實說,因為香港是,還可以是一個講法治,講法律的地方,嗯,剛剛,你沒有參與,難道說林漢正,吵你什麼吵啊,陳怡嗎,是不是呢, 所以說,陳怡今天說呢,大陸人就高尚,香港人就下賤,大家不用生氣,為什麼呢,因為香港人是失課的,陳怡呢,就是香港人是真的不會吵的,這些女兒,但是大陸人呢,你知道大陸人是豬扒,她都是當她雕蟬的嘛,陳怡,她就是會吵你,餵你吃幾粒蒸,顏射一下嘛,我們就不需要介意一些豬在港的東西,就是啦,就是啦,就是你千萬不要介意,那你說,她說大陸人是高尚,香港人是豬,那就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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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 那就叫她走出街,看看誰是豬蝦,誰是人,滾瘋啊,陳怡,真的, 我剛剛說啦,譬如你中共一向那個,就是三十年前的思維,三十年後都沒有分別,對著國際形勢都可以這樣認為,只要你用他十四億人去綁架你,他做壞事都可以,但是他忘記了,你特朗普,Boris Johnson的思維是完全不同了, 現在我告訴你,現在的情況就是,你香港這班人這樣去搞,在大陸來講是非常之震撼的,震撼的,現在到這一刻為止,就是我大陸一些朋友這樣跟他說,我可能跟他分析了一件事, 他得出一個很簡單的結果,現在大陸到這一刻為止,是對這種行動,野貓式的襲擊這種行動,是一籌莫展,所以現階段香港人, 我這塊土地的香港人,很老實講,現階段,第一,真的不要篤灰,千方百計保護學生,第二,很老實講,現在他希望透過高壓,你看這一兩天做事, 瘋狂地拘捕人,誰在那一區,進入過金子京附近的,都只有,所以現階段我們在這裏呼籲大家, 待會有一節我會講,有甚麼應對的,不過你先呼籲吧, OK,我呼籲,真的大家去過那裏那些,真的要拿來看,放得低,儘快將你的chips燒毀, 去你的電訊公司拿一張新的,還有呢,如果你有能力換手機,盡快換,快點去trade in out,盡快盡快, 還有呢,有一個,哎呀,死定了,我忘了是星井,星井06井是那個手機號碼的, 是,那麼,啊,升正,升正02,你看到上網看,就按一個原廠設定的話,就完全把資料洗掉, 但是可以透過電訊公司召喚出來,所以你安全計劃,你盡快盡快trade in out, 嗯,吹了一部機,這個是盡快,尤其是chips,馬上吹了一部機, 等一下那一部機,我都會說多些,有什麼應對的方法, 不是啦,我講回這一點,大陸現在去對香港,所以回應第一節來說, 大陸的做法,共產黨的做法,或者古往今來歷史的方式,帝王式, 去管理的話,現階段大陸是局撐林鄭政府, 但是局撐之餘,現在香港的壓力,它還沒退下來, 你以為大陸不知道它還沒退嗎?大陸北京這班人一清二楚, 香港的民情沒有,還沒消退,因為最簡單, 無論這班人現在在說什麼,你只可以咬死了三件事, 第一,第一,你那條條例,你還沒正式宣佈要撤回, 很多人說,哎呀,這個立法局已經開始放書,已經不過了, 我說sorry,不好意思,你用一個很簡單去質疑這班人, 即是說,你現在你老公或你老婆出軌,歐佬也好, 你老公出去偷偷也好, 咦,阿胖小桃, 是啊,真的,那條例嘛, 你真的說,喂,他又說,我不會見那個女人的了, 你是不是這麼輕易相信, 第二,第二個, 共產黨是沒得可以相信的, 第二,大家真的真的真的永遠要記住, 現在有三條人命, 嗯,沒錯, 特區政府到今天毫無態度, 嗯,毫無說法, 在這個情況之下,大家是不可能退的, 嗯,第三個, 無論如何, 在612開,開150槍, 150顆出雷彈, 三十幾槍的, 無論如何,這件事, 不必需要有人負責, 還有,我現在呼籲多一點, 好像Steven說, 要多些去舉報藍絲的暴行, 明天,等我今晚整理完那些片, 一次再把那些暴行片, 一次再把那些暴行片, 大家就可以分享出去全世界, 那說回, 對文翠珊, 也有他發聲, 他在國會, 在國會講的, 他就說, 我們香港的高度自治, 很重要, 《中英聯合聲明》 確立了權利和自由, 那之前, 侯俊偉, 我覺得他比較弱雞, 他少少, 說一些話, 就是不要有脫暴力, 但也都後來, 加強硬少少, 就是警告, 如果中國不對現《中英聯合聲明》, 就後果嚴峻, 我發覺, 我補充少少, 很多香港那些五毛西, 整天曲解了一件事, 喂, 香港已經主權回歸了, 《中英聯合聲明》有用嗎? 《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 至少英國是有監察權的, 是當時, 他想找主權, 換治權, 為什麼他沒有用呢? 已經是狠狠狗了, 但他依然是保留監察權, 但你這樣的外交部, 口交部發言人就說, 沒有監察權, 沒有主權, 沒有治權, 根本就是廣謊, 如果我是英國, 我是文翠珊, 拿著《中英聯合聲明》, 就去問你了, 因為英國已經傳召了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 是國際的條約來的, 趙七七趙劉曉明, 即是中國駐英的大使, 就是趙回他, 我不知道他私底下說什麼, 當然就是屌察你, 因為你這個劉曉明出來, 是沒有再說話的, 而中國的外交部, 也沒有就著劉曉明, 被英國傳召, 被人訓話, 召費, 去出聲, 即是被人屌到很金, 可能英國呢, 我猜他是這樣, 奮中英聯合聲明, 還有沒有效, 這當然沒效, 這已經回歸而說戀咯, 是不是你屍文件, 如果你屍文件, 我就撕了他, 如果不是你屍文件, 麻煩你遵守, 我就制裁你, 我現在大佬是誰, Boris Johnson, 他隨時帶大佬去誰, 特朗普, 國際形勢變了, 你看, 我們不敢吃英國的, 我們自己動手, 封衣足吃, 行不行, 他有什麼要靠英國, 你吃草都可以吃一年, 是嗎, 他不靠英國, 你廢都可以看主人, 對大哥是誰, 是美國, 你會像加拿大, 像杜魯多, 個個都是這個座交, 那些人說不是, 因為美國就放散, 首先你看, 在主義實峰會, 特朗普, 有沒有, 有沒有, 取消任何的關稅, 依然都有, 是徵這麼多的關稅, 有沒有, 放走, 阿曼晚舟, 沒有, 表示他根本就沒有讓步, 只是說, 也有為香港出聲, 特朗普爆了出來, 也有為香港出聲, 甚至就說, 在習近平面前, 他有說, 甚至, 他說, 應該再談, 不過, 你跟我買多些大豆, 大豆和科技先, 而且, 他放生了華為, 其實, 哪有放回華為, 華為, 他說, 所謂的放生, 華為的零件, 可以賣給你, 但是, 華為一部手機, 有很多零件, 可能買一個機殼給你, 大家看流, 之前和現在都怎樣說呢, 是涉及國家安全, 都是不能買的, 說真的, 晶片那些, 可能會說, 國家安全, 都是不能買的, 沒錯, 這也不是叫放生華為, 多謝網友提醒, 剛剛, 錦桑就說, 英國, 不自量力, 真是不自量力, 那我看看, 我不是叫英國, 拿來歐盟, 聯合和美國, 一起去調查你, 那我真的想看看, 你什麼時候兩劍了, 你制裁英國, 是嗎, 好吧, 那兼且, 在今日聯合國的安理會, 美國、德國出招, 就說中國, 大陸, 在新疆, 很多人權的問題, 在香港牌之外, 又打新疆牌, 根本全世界不同牌是打你, 你說在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 當時克林頓, 為首的美國老, 就認為, 只要我幫你, 又作為國待遇, 只要幫你入世貿, 在經濟附足之後, 就像很多國家一樣, 人民三三分飽, 就有要求爭取民主, 富貴足而知榮辱, 創品足而知禮節, 爭取自由, 但誰知道, 他想了一件事, 因為中國人特別賤, 陶傑也有說, 小龍DNA, 他們是不肯要民主, 你給民主, 什麼民主可以當飯吃的嗎, 然後你給他票去投, 他說, 不行的, 不能投票, 會很亂的, 亂來影響我的生意, 因為他們是把這些低等的資訊人, 就當成高級白人, 是會追求民主, 人家是不會的, 於是到現在, 過去這30年, 康正告訴你, 西方列強, 完全看錯中國, 經歷過文革這裡的中國人, 他以為這群中國人, 是以前晚清那些中國人, 就是簡略西方流河, 令中國產生革命的巨變, 現代化的轉變, 他以為是那些什麼人, 結果30年來的經驗看到, 原來這群, 是比畜生更不如的野蠻人, 所以你連克林頓, 奧巴馬都有懺悔, 還有希拉里, 當日他們這次, 想著奢求, 幻想, 經濟改革之後, 經濟富足之後, 美國人幫助你入世, 有最惠國代議, 中國GDP不斷升之後, 中國人就會推動政治改革, 人民會要求政治改革, 就是全體錯, 全部慘悔了現在, 他忘記了這些官僚資本主義的特質, 就是說, 只要有既得利益者那些, 全部依附著中共這個官僚體系, 去拿到更大的利益, 因為他忘記了, 鄧小平那一招什麼呢? 小數人先富起來, 那這些小數人先富起來, 就變成了什麼呢? 就變成了既得利益階層, 這就是既得利益全部都是紅二代的, 那當然他就不會把油水放出來, 大哥, 我有錢, 我自私, 我為何和你分, 我寧願吃不完, 都不要給你吃, 你餓死你的事, 不過, 那一些窮人, 他又怎樣呢? 都看到, 不是喔, 真的有些人都富起來, 生活起來這麼好, 於是他做什麼呢? 於是開始做一些假食物, 地溝油, 成本很低的, 即是大頭賴粉, 就走捷徑去賺錢, 因為他覺得, 你們賺了錢都不仁, 那我也不宜了, 中國人都是賤種, 其實芝蘭是最明白自己的賤種, 所以才做這麼多地溝油, 黑心食物, 偷握拐騙, 生仔, 去握握自己同胞, 握握自己中國人, 害死自己中國人, 因為他自己就想憑一些直徑, 去富有, 成為少數富有的之一, 中國的假貨問題, 黑心食品問題, 真真正正, 真是六四之後, 真的完全在那段時間, 是在分水幾年, 是近這十幾二十年, 真的六四之後才是猖狂的, 我們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都拿過背囊, 去到處玩中國, 那些人呢, 未至於今天, 人心呢, 是這麼黑心的, 你想一下, 在毛澤東的年代, 人人都是這麼窮, 大家都都是這麼窮, 所以大家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在鄧小平的年代, 貧富懸殊越來越厲害, 尤其是你江澤民的年代, 那些人, 沒有了正義啊, 那些人, 喂,我想賺錢, 我很少要你這樣, 可以吃鮑魚, 可以吵蝦, 可以叫雞, 但我又沒有這樣的本事, 於是就要做這些, 黑心食物地溝油咯, 所以要害死中國人咯, 就是鄧小平, 和江澤民的級數, 就是發生這些事情, 始於作為, 終於無事, 那當然啦, 還有一位美國總統, 是沒有懺悔, 我叫做最廢的卡達達, 那個我不提了, 那我也都說, 例如佩洛西, 也都說, 讚示威者勇氣, 你看到民主黨佩洛西也好, 共和黨特朗普也好, 是完全沒有踩示威者, 沒有說什麼暴力的, 所以你看到, 你大陸以為用8964的模式, 就可以對付到現在的國際形勢, 沒有了, 你真是搞笑了, 還有香港, 只是他第一張牌, 它踏腳石, 未來是會排山倒海,再打西藏牌,新疆牌,台灣牌,是逐張牌去攪拌,現在是叫什麼呢? 資本主義,自由社會的西方制度,就大戰你社會主義,獨裁,專制的紅色制度 新的冷戰已經是因為香港這件事,正式在貿易戰之後是形成了 貿易戰,貿易戰也只是行退中美,香港這件事,你中共去打壓,用暴力,強行,去拉倒香港的民主自由 去拉倒普世價值,現在全世界西方社會就一起借香港做藉口,去打勾你中共 所以,不得不賺一個人,建制派一個人,所以當日那些年輕人進去立法會那些年輕人,真是聰明的 你不要說他無知,曾鈺誠說的那件事,真是一流,他就看得通這件事 不過,稍後再說一句話,其實說到最後,如果你在4月28號之前,你會應當時有12萬人去遊行 就不會出現6月9號,6月9號,如果政府不是11點多出這件事,也不會出現6月12號 6月12號之後,如果不是你林鄭的所謂的道歉,都是這麼糟糕的時候,就沒有6月16號 6月16號之後,如果不是繼續不回應,拒絕迴避那些訴求,也不會出現7日 所以,未來星期日,3點鐘都有些網民呼籲在梭市巴里公園,尖沙咀,放在九龍的大遊行和大集會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也不需要在網上表態,但我相信那天就會有很多人 接下來下一節,就會給大家一些提示策略 我看到有三千多位現場的觀眾 究竟對著這兩天,警方不斷抓人,以及看到曾鈺誠的言論 我們要有什麼應對,有什麼策略是可以做的呢? 多謝Kate Lam Hall的讚賞 我們下一節就繼續說